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该艘4万吨级的转航母 最终任务是进入地中海东部海域 从而与阿拉伯海域的埃萨克斯号两栖攻击舰 以及波斯湾海域内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 形成对伊朗的三面核位之势 根据美国军方透露的消息 此次美军及萨奇号两栖攻击舰编队 除去两栖攻击舰本身以外 还有两艘运输舰 舰载机编队 共计450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等 美国海军方面对此直言不讳 美军两栖攻击舰进入地中海海域 只在向伊朗方面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有分析认为 美国宣布充许利亚撤军 让以色列等国感到不满 美军两栖攻击舰在此时进入地中海 并且奔赴地中海东部海域 在向伊朗施加压力的同时 还能够对以色列提供莫大的帮助 此外 由于土耳其方面 始终都不放弃对库尔德武装动手 两栖攻击舰抵达地中海东岸 还能够对土耳其 叙利亚政府军 库尔德武装 以及助叙利军形成战舍 美国方面在伊朗问题上毫不客气 对伊朗的敌对态度 也是丝毫不加任何掩饰 但是伊朗作为亚洲大国以及中东军事强国 向来都不是一个只软怕硬的主 面对美军又一艘准航母避进中东 以及美军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母 在波斯湾海域的存在 伊朗方面接连发出严厉警告 据伊朗电视台消息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 唐希里表示 海军方面目前正在接收新型导弹快艇 新型导弹艇不仅是被隐身性能 此外最快航行速度也能够达到每小时80节 近150公里 短时间内 伊朗海军将会接收1000多艘导弹快艇 如果美军军舰顺制式航母 敢于进入伊朗领海 那么伊朗海军将会直接开火 此外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部 革命卫队副司令等高级官员 也于同一时间向美国海军发出警告 伊朗军方表示 波斯湾内的美军斯坦尼斯号航母 任何举动都在伊朗的监控之下 伊朗方面绝不允许美军舰船驶入伊朗海域 如果美军航母编队 敢于发起军事行动 那么将会遭到伊朗导弹的宝盒式打击 与此同时 据伊朗媒体消息 伊朗海军目前又一次在波斯湾海域展开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参与部队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 快速反应部队 这种部队等等 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伊朗航空航天部队 也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弹到导弹部队 其实不难看出美国的许利亚以及阿富汗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 将各种猫头全部对准了伊朗 美国演化了从许利亚撤军的时间 将30天的撤军期限调整为120天 理由是生怕伊朗 住去伊朗武装当面进攻戈兰高地 以及在许利亚获得更大的利益 美军宣布从许 利亚撤军 单从许利亚局势来看对伊朗有利 但是美国却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伊朗问题 而伊朗方面也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 面对美国的步步禁闭伊朗方面 近期也做出了强硬表态 除了将美军航母列为伊朗导弹的首要打击对象外 伊朗方面还表示 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 几乎都在伊朗导弹的打击版本之内 除此之外 伊朗在分岛式弹头 以及导弹射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据悉 伊朗弹道导弹射程 以及提升至了惊人的2000公里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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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终底 位 缴 7 5 5 14